哈萨克斯坦警方在星期三一场公众抗议活动中逮捕了数十人 示威者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陶 也是新改名的首都鲁尔苏丹游行 抗议者反对他们认为在6月大选当中缺乏选择 以取代长期出任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 他是在3月意外地辞职,令全国震惊 游行者呼吁举行选举抵制活动 他们说执政党候选人前参议院议长 与纳扎尔巴耶夫是盟友的乔马特托卡耶夫 这个只会意味着更多的独裁统治 纳扎尔巴耶夫自1984年以来一直领导哈萨克斯坦 当时他们是苏联的一部分 并且是哈萨克斯坦众多人所知道的唯一领导人 这个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投资 但人权活动人士就抱怨很多是滥用权力 并且表示对意义的容忍度很少 议会是在3月投票决定将首都的名称 从阿斯塔纳改名为是鲁尔苏丹 以纪念纳扎尔巴耶夫 阿斯塔纳改名为是鲁尔巴1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